公式做完 那公式做完 其实有两种方法 我这边有写 刮胡自串公式 跟刮胡自串 那第一种就是说 你已经有写过了VBA程式 那假如说你今天想要有点偷懒 想要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快速跟VBA做结合 那意思就是说 你丢出去的话 丢到那个除存格里面的 其实可以不要是最后的结果 因为你要想VBA怎么写 你只需要把你写好的公式 直接就丢到那个除存格里面 它就自动帮你完成了 但不过前提是 你已经写好公式了 OK 那怎么做 首先当然第一个 我们把那个刚刚写好的 这个清楚 其实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你可以把它先做一个复制 然后呢在底下贴上 特别是VBA不能同样的名称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改名称 Sug这个名称 你就不用再重新再插入一个程序 因为插入程序还是一样 那这里面的话 你就是把这个地方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刮弧 比如说叫 刮弧 自串 然后底下的话 底线公式好了 假设我今天需要一个输出的话 就直接帮我输出到 刚刚清除的这个范围里面 但是清除刚刚是把里面清空 那现在我希望怎么样 帮我把公式丢到里面去 OK 那那个公式 第一个当然你就是先把这个 你刚刚写好的东西 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复制完记得先取消 因为如果你没有取消 你切到VBA点不进去 因为游标还在这里 你要把游标还给 还回来 OK 然后呢 再点这边一下 因为之前有同学一直点 奇怪怎么卡住坏掉了 其实没有啦 因为游标还在那里 OK 好 那这边的话你可以 把那个刚刚的公式贴到这边来 这个是合法的哦 那只是说呢 你现在把这个结果给贴上之后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把这个结果贴上 可不可以执行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它会发生错误 那为什么发生错误 我跟各位讲 如果你要把那个 你的公式 放到这个双引号 双引号里面的话 记得有两件事 你要注意 第一个 如果你这个公式里面呢 假如有双引号的话 它会跟外面的这个双引号 怎么样 会从 一样 到底 我怎么分别 到底你是外面的 还是我是里面的 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 它有一个规则 请你把里面的双引号 变成两个 OK 一个变两个嘛 你两个 你两个是里面的 那一个是外面 这样就可以区别 区别 区隔了 OK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因为这个A2的2 列 没有 那我们将来 不可能永远是2 要变3变4变5变一直到10 对吧 所以呢 那我势必要把这个2变成什么 变成I I要放在这个2 但是你不能直接把2改成I 因为呢 这个2里面是一个文字 但是你I是个变数 变数不能直接放 那怎么办呢 就变成把它切开来 放在中间 这个好像 之前上上礼拜有提到 有讲到类似的吗 没有 我讲一下 那所以两个规则 第一个规则 如果里面有双I 的话 那你怎么样 你就补一个变两个 不过有的时候 这个有的时候 太多个 对不对 你怕 你没办法取代 很正确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会请一个东西来帮忙 那个东西叫做记事本 或者是 握的也可以 那你把它贴上 用取代功能 一个变成两个 再按个取代 这样取代完 取代完就好了 你不要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两个变四个 太多了 OK 那你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再贴过来 那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 这个时候移开 程式就不会发生错误了 它就知道 原来里面的 你都把它变两个 没问题了 但是你现在执行 是可以执行 只是说执行 油标放这边 执行 但是里面没有结果 为什么 因为全部的出存歌里面都是A2 都抓到赵大鹏 它不会变3 那怎么样才能变3 其实很简单 把这个2怎么样 把它变成I 那I你不能直接放进来 你要怎么办呢 这个原来是一个完整的自串 就有点一个蛋糕 你先把它切开来 切成两半 中间放个东西 那放的方法 特别注意 一把2 先选起来 先两个双引号 这两个双引号 意思说 这个双引号跟前面一串 后面是另外一串 把它分开来了 OK 先理解好了 这个第一件是双引号 第二个呢 用串接符号 AND 把它怎么样 把它接在一起 中间放一个I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我要放I 但是我必须帮你们把它切开来 用串接符号连接 这样才可以 OK 那最后还记得一件事 在VBA里面 AND 前后要加空白 所以你记得 在M的前面跟后面 再补上空白 OK 补上空白 这样就串好了 但是 这边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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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有四个 那你其实只要做一个之后 就把这个 把它复制贴到这个2的位置 就大功告成 OK 好 那我把它 C 应该知道我这个位置 OK 因为那是2对 然后呢 把它贴上在这边 这边再选它一下 把它盖上去就对了 那这边再把它盖上去 好 做完了 这个时候的话 我直接执行它 结果就完成了 所以以后 假如说你那个VBA里面的 假设你不知道怎么写 那你会函数 但是你不会VBA 有一个方法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一键完成的话 你可以把你原来公司贴上 注意两件事 第一个 如果里面有双引号 就变两个双引号 那如果太多的话 我习惯会用什么 用记事本把它取代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你 难免会漏掉一个两个 那就麻烦了 一个都不能漏 按取代它应该蛮精确的 第二个就是说 里面本来这边是2 你要把它怎么样 把它变成I 那这个I不能随便放进去 你变成怎么样 要把它切开切开 串接串接 再把I放中间 那因为呢 串接中间一定都要有空白 所以你再把空白放上去 就大功告成了 那看里面有几个2 你就把那几个2 都重新做完 再去执行它 结果就完成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 那这个主要用途就是 如果你VBA程式还不会写 那你当然也会想要 产生一个按钮 那这一招的话 你把它按下去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自动帮你把 公式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你会发现 这个每一个 里面这边的裂号 也会跟着改变 那谁去改变它 因为那个I 会随着回圈 NAS 它会换下一个 而去改变 OK 那当然这个时候你清楚 挖虎 挖虎 就有了 那你写完这两个 你可以从开发人员里面的插入 表单控制项 有没有 这之前好像有讲过 做按钮的方法 那你可以拖拉之后 就会有这两个嘛 那你可以先加这个 那我习惯是把这个 点击它之后 把这个名称复制一下 先选下面这个嘛 然后再把这个名称 delete掉 那因为我刚才有复制 所以我直接贴上 那复制主要原因是把名称复制 这样可以烧打很多次 这样子就有了 那如果再一个清除的话 再拉一下 再一个清除 清除 复制一下 按确定 再把这个贴上 就是把那个名称贴上 那你就有个清除了 复制 清除 至少有一个可以看到结果都是按钮 但是这个输出的结果呢 其实是一个公式 它并不是真的输出结果 其实这个有点是 什么 VBA的算什么 半个VBA吧 其实它是 里面还是用那个什么 内建的函数所做出来的 所以待会的话 我们要看 如果说你不用这种方式 你要全部都在VBA里面写的话 那该怎么做 我想等一下再来看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刚刚的程式 各位不用担心一下 反正你只要找得到什么 云端 这下面都有 VBA 刚刚这一段清除 还有刮湖公司这一串 待会的话 你只要看这一串 不过以那个量来看 难度应该 就会比较难 不过 这些观念跟刚刚的逻辑 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那个逻辑怎么样改变 在VBA里面重写过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当然如果你可以的话 自己先试 如果不行的话 可以就是先用我的公式 用我的程式 OK OK